健康長壽健康 醫德專業過種 醫房醫學更衛 身心美麗開花 健康長壽健康 大家好 我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過敏體質 聽到過敏體質 大家都知道 我有 我兒子有 我媽媽有 我女兒有 我朋友有 我同事有 周遭人幾乎都有 過敏體質 除了過敏體質 他的表現症狀有哪些 動不動 眼睛癢 流眼淚 這個也是過敏 流鼻涕 打分體 一直流鼻涕 就是說過敏性鼻炎的症狀 那當然還有皮膚的癢 尤其整治 紅疹會癢 癢他會晚上睡不著 甚至有些時候會咳嗽 甚至會紅 皮膚會紅 甚至還會腫起來 還有水腫 這些不屬於過敏常見的一些症狀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說 延伸抑菌 竟然可以改善過敏體質 各位知道嗎 大家可能有聽過 但是我本人 沒有新生經歷以前 我周遭的人 譬如以我兒子為例 他是 低胃性皮膚炎 他吃了延伸抑菌 竟然改善了 那我們有同事 也是吃了延伸抑菌 他竟然過敏體質 不見了 竟然可以消失掉 他能改善他 困擾他多年的浮沌 這些問題 我朋友有一個是過敏性皮膚炎 別改善你 所以等於說這個延伸抑菌 他可以改善過敏體質 那 臨床上為什麼延伸抑菌 可以改善過敏體質 那根據我個人的研究 他是因為腸道 我們產生了腸漏症 腸漏症 腸漏症就是說 我們外菌太多了以後 腸起下來以後 我們腸子跟腸子的縫隙中間 會有漏洞 我們細菌呢 它的結構上面 我們叫做糖化 那些蛋白質的動作 跑到我們血液裡面去 血液裡面其實就會 允許我們身體免疫反應 就是所謂的過敏反應 就會覺得 他是外來物 所以我們要把它發生 發炎的反應等等 那過敏就會讓我們症狀 就會產生 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叫腸漏症 但是你吃了補充好菌以後 他會把這個腸漏症 把它補起來 把它漏洞補起來 它好像好的菌呢 跟我們是共生關係 他會覺得 你的腸胃道健康 他才會好 所以我們的腸胃道健康 他會好 他好我們才會好 這叫共生關係 所以他就會 你的腸胃道有漏洞 他就幫你修 他好像是一個水母宮 或者是游騎宮 或者是木宮 就會幫你 住到腸胃道的家裡面 他就會 那裡有漏洞內的 他會幫你修補 這種感覺 他就是給你 他對你好 你的感覺 因為你對得好嗎 你借助這個腸胃道 你讓他住 你的好菌 住在你的腸胃道裡面 所以他就互相共生 沒關係 就修補你的一些 學識 或者一些漏洞 改善了這個腸胃症 所以你過敏其實 就會得到改善 那這種就是說 我們要隨時 從好的菌 來抑制壞的菌 來修補我們的腸胃道 就會改善我們的過敏體質 那以下的來源 我跟大家分享 有一些地方上的研究 跟我們說話是要有根菌 不能到底 不能亂講 謝謝大家